吴京、刘德华的电影《流量地球2》定荡大年初一 易烊千玺、沈腾的电影《满江红》定荡大年初一 王一博、梁朝伟的电影《无名》定荡大年初一 至此,有三部真人出演的电影确定会在大年初一和大家见面 这样的结果,多少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原因有2 第一,阿凡达2上映后 成龙、郭麒麟电影《龙马精神》大盆的《宝你平安》纷纷选择了撤档第二 观众怕被传染新冠 不敢走进电影院,阿凡达2作为国际大片 它的上映势必会影响到国产电影的票房 站在商业角度,成龙、大盆选择撤档在情理之中 12月中旬,中国防疫政策打开 所有人进出电影院不需要查看核酸 星辰马以及利马,看上去程序少了 但那些还没有养过的小伙伴却不敢走进电影院 理由很简单,怕被传染 于是问题来了,阿凡达2还没有下映 新冠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吴京、易洋千玺、王一博电影陆续定当大年初一呢 他们不怕票房低 这一切还要从近日的院线表现说起 12月31日,院线单日票房超过了2.5亿 创下了10月3日以来,院线电影单日票房的新高 阿凡达2,想见你,绝望主夫等电影都拿到了不错的上昼率和单日票房 尤其是阿凡达2 他以31.2%的牌片拿到了1.07亿票房 顺利超过了首映制的79%牌片,1.26亿票房 想见你,绝望主夫,这两部电影无论是技术难度 还是影片质量都和阿凡达2无法比较 也比不过成龙的龙马精神以及大盆的宝女平安 但他们还是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这就表明当下的观众愿意且能走进电影院 他们已经不怕被传染了,从客观试试来看 当下全中国超过80%的人得过新冠,却已经扬空了 他们不存在无法走进电影院的难题 贺岁等一直都是大片青睐的档期 因为中国人对春节是有情怀的 在这个假期里,他们想带着家人走进电影院看一部期待已久的影片 因此,只要观众不害怕走进电影院 他们一定会选择在贺岁当上映 所以,无惊,易烊千玺,王一博电影陆续订单大年初一 这只是开始,而不是结束 我相信陆续还会有国产大片宣布订单 属于院线的春天,真的来了 梁朝伟,王一博,无名订单海报 我相信,未经订阅,王一博电影院正在负车上的 下期,王一博电影院正在站上的